由于受到冠状病毒危机的影响 很多企业已被迫关闭或者业务大大减少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联盟SBA 特意为您的中小型企业 创建了一项灾难救助款计划 内华达州州长Steve Sisolak 在3月17日颁布了临时政策 规定非必须首要业务 比如赌场、饭店以及相关美容及旅游业关闭30天 如果您出于这些行业并受到了影响 那么SBA可以提供贷款资金来支持您和您的业务 直到状况有所回复 SBA会在这里为内华达州的所有中小型企业提供帮助 尤其是在拉斯维加斯市和克拉克县拥有的餐厅 干洗店、美发沙龙、按摩室、健身馆、制造厂或者专业的公司 您都将有资格申请获得SBA灾难贷款 此项SBA灾难贷款可最高达200万美金 贷款期限最长为30年 贷款额取决于在此期间 以及预期未来12个月内的业务需求 此项贷款对于盈利性机构而言 固定利率为3.75% 对于非盈利性企业而言 固定利率为2.75% 利率相对合理 如果您希望为您的小型企业申请筹备灾难贷款 请到www.sba.gov slash disaster完成您的灾难贷款申请 如果您对此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请您致电SBA内华达州办事处702-388-6611 需要亚洲等语言服务 也可致电于亚洲商会702-737-4300 以寻求进一步指导 我是单能眼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